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点30分,18-19赛季一甲,第五轮将打响焦点战,弗洛西诺内主场迎战尤文图斯,弗洛西诺内联赛至今未尝一胜, 而尤文图斯在各项赛事中已获取五连胜,斑马军团客战若旅,有望拿下三分,C罗能否继续进球也引人关注,永乐国际上赛季携手尤文缔造传奇,本场比赛,斑马军团有望迎来一场大胜,一甲第五轮弗洛西诺内VS尤文图斯交手记录弗洛西诺内并没有显赫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往, 他们第一次参加一甲联赛就是一五到一六赛季,与尤文图斯的两次交手,弗洛西诺内一平一副,其中客场一比一占平尤文,主场0到2输球,当赛季,弗洛西诺内降级,本赛季,弗洛西诺内重返一甲,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暴击, 因此,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,尤文图斯占优,但因为两队在一甲历史上紧交手两次,因此,交锋记录参考意义不大,一甲第五轮弗洛西诺内VS尤文图斯状态解析积分榜上,尤文图斯四连胜高居第一, 而弗洛西诺内一平三副排名倒数第二,若不是窃窝因为涉嫌虚假交易被扣除三分,弗洛西诺内现在就排名垫底了,四轮比赛,弗洛西诺内的防守暴露巨大问题,此一进攻也乏力,他们近0比0干平伯洛尼亚,其余0到4布迪亚特拉大,0到1布迪拉奇奥,领导5惨败给桑普多利亚,尤文图斯在联赛,欧冠好取五连,胜, 虽然C罗在欧冠中染红,但不会影响他出战联赛,面对弱旅,尤文图斯有望拿下三分,就看斑马军团能够竞胜几球,一甲第五轮弗洛西诺内VS尤文图斯比赛看见,C罗在欧冠中染红,但不会影响他出战联赛,上一轮比赛,C罗在萨索洛身上打进两球,总算打开了一甲进球账户,此一,C罗有能延续进球状态, 过往,在尤文图斯2比0击败弗洛西诺内的比赛中,迪巴拉曾打进一球,本赛季,这位尤文巨星还没有取得进球,在道格拉斯科斯塔受伤的情况下,迪巴拉将承担更多责任,他的表现也引人关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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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